Hello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很特殊的产品 Futonicot光影猫5G软路由的体验视频 首先它是一款移动软路由 带随身WiFi,可以随时发射WiFi信号 它是一款4G5G路由器,可以插电话卡上网 它是一款双网口软路由,预装欧光达WRT系统的加速上网 它是一款个人服务器,可以跑Linux,Docker,智能家具不在话下 它是一款移动影音库,可以随身携带影片共享 它是一款充电宝,紧急时可以给手机充电 它甚至是一个砖头,可以用来防身 首先光影猫外壳是金属材质,尺寸是x150毫米,宽76.5毫米,高25毫米 重量是280克,其实这个重量不能做砖头的 正面是塑料材质,方便各种无线信号传输 左上方可以看到三个状态指示灯,意思是电源,电量灯 中间是猫猫logo,下方是KotoniCut的成品标识 前面是主要网络接口,有两个千兆网口 一个HGML 2.0输出,一个USB 3.0A口 一个Type-C 5V的输入输出 侧面是一个SIM卡插槽,一个GF卡插槽 配插入刷写系统的GF卡实线双系统启动 一个电源按钮,短按一秒充电宝功能 插按三秒启动网路由系统 介绍完结口咱们拆个局吧 CNC加工的铝壳,手感接近MacBook的表面感觉 首先将底部的六颗螺丝卸掉 可以看到下方两颗18650规格,总容量6800毫安的电池 视频后面绘色续航如何 上方是它的主板,主板上集成WiFi和4G 5G芯片 型号翻别是宜远的EM05CE,RM500UCN 可以看到SOC是我们的老朋友RK3568 旁边是1G,LPGR4的内存,和8G的EMMC存储 翻过主板背面下方还有一个M2EK的插槽 是PCRE3.0x4的速度 可以扩展WiFi网卡 其他GPS或者通过MK转接卡安装MR接口的固态硬盘 可以看到主板整体做工丁凉,设计合理,对于喜欢DIY的玩家是比较有可玩性的 欢迎猫默认系统是搭载的静置OpenWR7系统 输入默认RP进入的是简易系统 在首页可以看到设备的网速、弯度、电池渐量能状态 设置页面依次看到设备控制、WiFi和开关机策略 可以控制网络模式是有线连接、4G、5G上网还是WiFi调节 WiFi设置可以调整WiFi的名称和密码 开关机策略在这里可以切换手动模式、车载模式或者静时模式 满多不同的使用场景 手动模式可以通过前面的设置调整 车载模式是通电自动开机、断电关机 可以用于车载模式或者加轻主路由 静时模式可以自动调整自动开关机 介绍完这个简易系统后 点击右上方的凹黄WR7可以撬转到原生界面 这个后台界面可调整的设置就比较多了 比如WiFi可以调整心道、挂载硬盘或者7F卡网络共享文件 安装加密上网插件实现外网功能 首先可以在Github下载插件安装包后 直接在后台上传安装 说到光影猫的加密上网功能 我们先说一下配置 搭载RK3568SoC、1G内存8G EMMSC存储 支持4G、5G上网、2.4G、5G的WiFi CPU的AS加密跑番是10万4千分左右 XX20跑01305,6万3千分左右 Coremark跑番是2万7千分左右 通过外网测试脚板可以看到理论最高协议 可以跑到900兆 满足8K流媒器观看 两个清晶网口Apple 3可以打满网口极限速度 插上4G手机卡 电脑连接网口上网可以跑到100兆左右 5G手机卡可以跑到300到500兆左右 4G版满自带的WiFi网卡在Apple 3下可以跑到100兆的速度 主板上还有一个M2EK的插槽 你要是先网速慢可以安装WiFi6网卡 我这里安装的是MT7921可以跑到800兆左右的速度 当然自带网卡的速度也能满足日常的使用 光影猫在日常待机下的功耗是2瓦左右 满速跑番下功耗是3到5瓦 如果链接显示器或进入其他配件 最高可以到15瓦左右 自带的6800毫安的电池在4G网络环境下开启WiFi 可以待机使用6到8小时 在5G网络环境下开启WiFi可以待机使用3到4小时 机器在日常待机的情况下弯声是5到10度 满速跑番下弯声是10到15度 由于铝的热传导性特别好 铝制的外壳手感摸上去会比塑料感觉更热 但实际机身内部温度会相对比较低 可以看到光影猫的弯度和功耗控制的比较好 待机续航时间也不错 光影猫是一个不折腾的产品 它的系统界面通过欧梦达瓦器静置 功能简单易上手 还可以安装第三方插件实现外网加密功能 软件在Gitup上开源 支持4G 5G手机流量 有线无线WiFi的网络接入方式 可以说是软流的奥英万产品 非常适合日常随身携带 车载使用户外直播退流场景 除了这些场景还能和女朋友录影时 携带特影仪和电视棒 用光影猫购网观看奈飞及视尼影片 或者是给夜间定时断网的大学生使用 可以看到这个产品的使用场景非常丰富 性能扩展性也不错 可以满足小白和爱折腾大佬的使用需求 另一大神也开始协助Gitup软件开发 有完整的VK知识库和技术支持团队 最后本期视频结束 觉得视频有用的观众老爷们 可以跟着手指点个关注 一键三连 或许会出ArmorX86机器的整合视频 刀靠着有具玩法 智能家具等等 谢谢大家